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SL and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的主日学 老师们大多是退休的美国老头老太 他们都很耐心和友善 不愿其烦地教授我英文和圣经知识 让我更加的愿意接受和了解 亲近主耶稣基督 其实神一直在引导和带领着我 搬来Plano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 在余阿姨的介绍下 我来到了PCAC 参加了士康和宜安为组长的忍耐组的团器学习和活动 教了很多友好而热情的教会朋友 儿子们也教了不少好朋友 很喜欢参加教会组织的各种活动 我确实因为人的罪性和惰性 没有积极参加每周五的团器学习和每周日的主日崇拜 所以在2015年 我就觉知信主可迟迟没有受洗 两年多前 我开始向神倾诉 必向神祷告 我觉得能在向神的祷告中 得到心灵的安宁 和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这几年的工作 我是教导和看顾小孩子 特别这两年 进入特殊教育小组 深刻地体会到了 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意义 并且神爱每一个不同的 不一样的我们 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 思考和实践 我心悦诚服地相信神 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 从内心接受神 世人都犯了错 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在神的面前 我承认我是罪人 我背叛和远离了神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 用他的宝血 洗脱我们的罪 我愿意悔改 求神赦免我的罪 求神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神 所喜悦的人 得永生 今天的受洗 仅仅是做基督徒的开示 我内心无比感恩 感谢主的恩典 赦免我的罪 带领我开启了这扇门 我希望在耶稣内成为新人 遵循他的旨意生活 相信神 并不代表此生风平浪静 无忧无虑 耶稣基督徒 同样有诱惑和试炼 我相信 只要我尽心尽意 尽力爱我的主 遵守遵循主的话 他必引导 指引我的路 愿一切荣耀归于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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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